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还有之后要尝试做公鸡的主要是把它的肿源保存起来 保种就是为了预防它哪一天消失了 我们要再把它找回来了 没有错 那这个的话就是冷冻的麦果 这一支是5ml 5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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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质在人家的扇挥发的 我们现在拿的就是蔚奶 那我接下来就是会进行洁冻的动作 我们炒作最适合5ml脉管的洁冻温度是50度45秒 3 2 1 直接脑 这会是活的吗 活药的精密 这时候差不多就已经是活的 但是因为我们里面 冻冻机里面的配方是干的 是油浴的 所以我们会透过西式去西式 然後讓它毒性消失 那接下來這一塊的冷凍金 我會滴在iPad上面 給大家看它實際上的樣子 這是即時的嗎 對 這是馬上就可以 就是透過鏡頭分析出來 對 那是因為 我們一開始金子解凍的時候 它活力會偏低 那我們會在37度的 這個加熱棒下面解凍之後 你看它的 就是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可以看到有活動的金子 它很進階著活起來了 開始動起來 你會先看它的活動力夠強 那我們再去打 但是如果不強 你會不會覺得這一批 我們就把它先waste掉 會 會對不對 如果活力不夠我們就會丟掉 然後再重新製作 或是再解凍一批新的 為什麼不用新鮮的 我們如果是今天要配種的 我們當然都是用公租 然後直接採金 然後又直送 是沒錯的 但因為我們在做保種 所以我們可能 這一頭冷凍金衣的金子 有可能是它的阿咒又阿咒 古代之前的 因為就是要怕它近輕 對 對 因為基因如果近輕 會不會產生一些 不好的 對 肌型 或是疾病的問題 所以我們冷凍基本上 都是好幾代的 所以你就可以 就可以做一個就是紀錄 就是這血緣標太近的 拉遠一點 對 對 它本來就是 就是在我們台灣這塊土地山 因為就是有點雜標 它這個腫瘍就慢慢不見 然後我們就是把 台灣最原找的黑豬 平骨灰豬八糟 平骨灰豬八糟 原本從航空業 轉到工程師的春哥 因為遇到了金融風暴危機 政府苦力青年從農 於是就順勢地進入了畜牧業 春哥說 雖然市面上白豬仍是主流 但是老一輩的人都認為 本土黑豬肉質柔軟 較沒有腥味 口感又Q彈 所以他才想溯源 養出最純種的台灣黑豬 我們一般來講黑豬黑豬 都會說黑豬很黑 其實它沒有那麼黑 它是有點灰色灰色這樣 再來的話 它的耳朵是很大片的 不像我們白豬 白豬小小的 再來的話 你看它的 皺皺的 妖妖啊 我們都說它很憂鬱 很窘啊 很窘的眼睛 對 就這幾個特徵嗎 還有另外一個 比較特別的是它 我們小時候在畫豬尾巴 都是畫卷軀 圓的 對 像這種尾巴 它是指的 不卷軀 它就有一撮毛 孔缺開屏 這樣就可以看別的出來 對 你看我怎麼摸它就 就 就有點類似被 Ready就對了 對 它就準備好 它就用免電 你看這邊的喔 它都會拍掉的 對 它會拍心 甚至人坐上去 它都不會動 就是穩定的 對 它就是準備好了 先把它清醒 要不然我們泡我們配種的時候 會把一些髒東西 帶到它的那個 欸欸欸欸 欸兄弟 欸不是姊妹 姊妹起來 姊妹還沒 還沒結束 你等一下 我們太慢了 太慢了 他覺得工夫就是在搶到他 真的嗎 來我來我來我最會了 哈囉 起來囉 欸 來啦 欸 欸 我們就 準備配種了 好 要到底是嗎 對 要到底 這也只有你們才找得到欸 然後插到底之後有沒有 我們就把那個 灰 灰灰灌進去 好你操作一次我看啊 就這樣 它會吸進去喔 欸我們手要稍微 出一點力氣 來 來 好 我看我看 有啦 好 有沒有手那個感覺有沒有 它有在吸 欸有欸 有欸 喔 用這樣的方式 喔 所以這樣就是它很穩定的狀態 對 它真的在把它吸進去耶 對 它如果它沒有發現的話 你硬暗它也看不進去 對 它只功縮縮 它是吸不進去 所以它現在是因為 子宮縮縮 它一直在把它吸進去 對 對 那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這一頭有可能是那個 那個 新母豬啦 就是 不是我挑的 不是我挑的 我要給它 再來再來 再往上 再往上 差不多了 好 這隻是我完全操作的耶 好來 然後稍微壓一下嗎 稍微壓一下 有沒有 有感覺它往內 它一直在吸耶 對 它一直在往內吸耶 姐妹 看來您經驗充足啊 好 欸 欸 那公主這也是不會動 對 對 你也可以磨理工夫 你摸它 然後它就會吸得更快 你有沒有感覺 對 這在動有沒有 我沒有按耶 我只有按它屁股而已 它這裡就自己這樣 吸塵在 你看 它一直在往後頂 你不要頂我 我沒有你的力量啦 欸 兄弟 不是 快 快 快 然後我們的查檢方式 都是照它的布圖來 然後這個就用這個 就像看小孩一樣 對…然後 我會… 倒數第二顆爐頭 往上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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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嗎 這個是吧 是… 這個… 我陪老婆做過太多次了 只工分兩邊 你要找兩邊 來 媽媽 你不要動喔 來… 1… 2… 3… 好多耶 它有一些是交疊在一起的 它是疊在一起的耶 它就像一串這樣子 一直一直拍上去 這裡… 這裡… 但是一次看到這麼多胎 還是覺得很新奇 大哥說 初期產檢的用意 是確認永無受孕 而受孕後期快要生產的母豬們 就要住進最新式的月子中心了 傳統式的它是夾籃式的 所以母豬它只能站起來吃掉 或者是躺下來餵小豬 那我們又強調動物福利 所以我們的廠房 是整個做開放式的 目前是台灣最新的進口的 活動市場吧 嗯… 這種剛出生的人可能歡得三天 因為小豬 剛出生它傻傻怕會被母豬壓到 所以我們就先把它隔起來 可是它如果五天之後 豬大了 我們就把它整個打開 就這樣這樣 它整個空間就很大 它在裡面 以人來講就是母嬰同事的感覺 所以… 這一區是今天早上降生 對… 可以看嗎 可以啊 好多喔 它今天生了二十毫 哇… 這個可以…可以抓嗎 可以啊 可以抓一隻隻嗎 這種剛出生的它毛很細 真的嗎 而且你看它旗袋還在 這個需要怎麼檢查嗎 我們剛出生的時候 這個… 我們先看它的那個皮帶 有沒有很長 如果太長要剪短 要不然它的… 會把它的那個… 整個… 肚子會那個… 長到會拉出來 因為剛出生的時候 我們… 整隻豬都有連膜 那連膜的時候 它眼睛啊 有可能會被… 連膜黏住 好… 那我們就把它的眼睛 稍微露開一點 好… 這人是在清潔它的連膜 要不然的話 它有時候會… 看不到那種… 對… 那小豬一出生的時候 其實它似乎就有… 然後我們抓到它的小豬 然後它就會很深 對… 它們的體溫好高喔 對… 我剛握在手上 整個很熱耶 對… 我覺得很妙耶 你現在都是用 比較高的地方 在養豬耶 對… 為什麼 因為它比較好清潔是嗎 因為其實喔 台灣的… 養豬業 大概都是滿傳統的 對… 開放式的 對… 然後是地面式 對… 那因為我… 我本身不是 養豬背景出生的 然後我們在科技業 對… 所以我們來… 從事養殖業的時候 我們就把我們一些… 比較科技業的一些… 方法… 導入到畜牧業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會做架高的… 那個原因就是說 我們希望能夠省水 如果你每天… 豬跟地面上直接接觸 它身上會有多大便 所以你要一直騎 你要每天一直騎 所以你的水就會發生 喔… 現在地球只有一個… 我們的… 對啊… 水資源也是 對… 再來的話 我們整個縱設是做密閉的 對… 那這個密閉的 它有一個好處喔 就是… 除了病菌 它不容易進來 對… 所以它裡面的安全防護會比較高 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裡面有一些… 臭味啊… 還什麼… 也不會外散 OK… 再來的話 不論是冬天或是夏天 因為是密閉的 所以它裡面的保溫或保暖 都會比較好處 那… 為什麼那個飼料在中間 你要怎麼…怎麼餵啊 基本上我們… 資料在中間 我們就是要… 我們的資料 喔… 去把它倒給它 欸… 欸… 這麼做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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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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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倒… 一個力道… 從確認種源到穩定基因 春歌預計的十年大忌 就真的如此漫長 為了讓株枝健康 它還打造了噴霧式全式消毒 就連最難處理的排泄物 也有解套的方法 這一區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污水池的處理區 就整個蓄森裡面 所有的污水全到這邊 對… 那這邊為什麼沒有什麼味道 因為… 第一個 我們的飼料裡面 我們有添加了一些益生菌 所以它味道就是這樣子 比較低 裡面它有一些有機物 它會跟… 它的固域裡面 它會產生一些菌 然後它們會附下一個作用機制 這個作用機制主要是 讓你的水質更進化 哇… 我以為它有這樣的東西 難怪你們的蓄森 其實沒什麼味道 你做什麼 我們蓄森除了沒味道以外 我們的水質淨化好之後 我們的水還可以用… 拿來做我們的蓄森的充補使用 蛤… 因為我們的水淨化完之後 它的水質是夠乾淨的 對 所以我們的蓄森裡面 可能有一些需要沖洗的 回收再利用的 對… 我們的節約用水 就可以達到一定的比例這樣 喔…懂了… 自己當然是很習慣嘛 幫別人這件事情 已經沒有任何的經驗了 更不用幫動物 是簡單嗎 欸…說簡單也簡單啦 說難度也是要注意一些危險的事情 比如說要注意什麼 因為公豬比… 畢竟牠… 牠是一個動物 所以我們在趕的過程中 就盡量… 不要站在牠前面 不要在牠眼睛視線看到的 因為牠的力氣很大 天啊… 買大的 我往那邊去一點 你們都不怕喔 來… 可是牠已經被打到虛脫了 我們會噴一些噴劑 而且牠有時候 牠採精之後有沒有 牠有一些精液會移留在上面 對… 牠其實牠鼻子很靈敏 牠會聞到這個味道 然後牠就知道這個是牠的玩具可以玩 然後我們等一下進去 就要幫牠把牠的… 邊拿出來 牠今天人比較多 我怕牠可能會有一點那個 牠好像沒有那麼的那個… 不是有時候人太多喔 牠… 而且我們用位子要把牠把過來 沒有 這個跟… 有時候人都有個性的 像我人多我也不行啊 這場面真的太害羞了吧 也難怪公豬會去場 春哥說這場有的是沒關係 換一頭再試試看 那我需要做什麼動作嗎 不用動 讓牠噴就好 真的喔 對… 那你拇指這樣動是有嗎 讓牠更舒服一點 更快一點 然後牠這樣子有沒有 這是金 對 這就是金 這個現在這個就是金 對… 我稍微給牠… 稍微按摩一下牠就更多 還好我有防護衣 其實蠻多的耶 對啊… 牠大概一般正常會357公斤 這個白色的這個是什麼 這也是嗎 這牠的膠質 膠質 因為牠跟人不一樣 我們人出來就直接是透明的 然後牠會有一些帶一些膠質 那這些膠質主要的用意是 像動物有沒有 牠的那個陰道那邊 可以用這個膠質把它黏住 所以牠的精液就不會流出來 OK 牠的精液就不會再流出來 所以牠這樣確保牠的那個 牠的懷孕跟受孕力會比較高 每個物種都有每個物種 就是可以被繁殖的能力耶 牠差不多你要測 我要測了 對 牠差不多 我要測了… 那感覺有點… 有點好像… 好像抓到一個就是 會動的塑膠水管 就是 因為牠很細小一條了 然後牠真的會這樣 牠會這樣 好多 對 所以如果說牠兌一頭母豬 這些350cc 全部都在一頭母豬的身上 對…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採精 採出來了以後 這350cc可以兌幾頭 我們可以兌到10頭 10頭豬 對… 所以牠的其實效率是比較好的 對… 所以現在養豬場都在做人工壽經 這個叫做人工壽經 人工壽經 人工財經跟人工法經 讓人工壽經的部分 對… 那我們… 有在做冷凍經營 那個又是另外一種做嗎 我的人生成就又解鎖了 多一項動物 豬 OK… 那我們就把它再稀釋一下 稀釋一下 就可以拿來做配種用 OK… 說到黃牛就不能不提到 說到黃牛就不能不提到 在中部這一帶最大的黃牛養殖場 聽說光深牧場就有18公頃 也因為用放牧的方式自然放養 因此黃牛的品質也是最好的 走…帶你們去瞧瞧 好… 這是全台灣最大的黃牛牧場 然後… 牛咧 牛在哪裡 老闆咧 大哥 欸 你好… 那台灣的黃牛是養量多嗎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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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滷牛最多了 你們黃牛是養在地下室嗎 沒有 跑出去了 出去了 他去哪裡 你叫得回來嗎 等一下叫就回來 叫得回來 等一下叫 不是 他這邊都沒有看到 你跑去哪裡 你不知道 跑去場 跑去場 藏起來了 對 藏起來了 因為… 因為要打飼料 對 打飼料喔 你那個牛太多在這邊 工作不好… 不好打 對 不好打 所以你就乾脆把它放出去 對 放出去 這就是人家說的棒骨吃醋 對… 大哥的牧場是大 大到看不見牛在哪裡 大哥說放養的好處就是 他們每天都可以有開闊的視野 清清好加上吃的東西好 自然肉質就會好 但他們吃的是什麼好東西呢 這個是飼料 對啊 就是我們剛在旁邊看 是這個嗎 對啊 來看一下… 有一個… 有一個… 我不知道怎麼講那個味道耶 是果酸嗎還是什麼 對啊 水果啊 水果 黃牛吃水果 對啊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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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菜 對 豆渣 豆渣 酒招 對啊 酒招 酒招 今天沒有去 喔 今天沒有料 黃牛是吃這些東西 雜物性的 它等於是雜糧了 雜糧了 差不多400多公斤以後 我們要飼育 要培育 培育給它肥了 比如說我們以雞來說 它是… 差不多兩… 四個月的雞就可以出了 牛呢 兩年半 要養兩年半 對 兩年半 才有辦法達到七八百公斤 那我請問一下 兩年半 你消耗掉的糧食 大概會在多少數字 折半啊 折半是折 腳是一隻…一頭牛八萬塊 差不多吃掉 差不多四萬塊 Oh my god 喔 好… 那它現在… 那現在你們把牛放出去 那等一下… 怎麼叫就回來 怎麼叫… 你要怎麼叫… 你用什麼方法叫 我料料要用好了 料用好以後 你又有方法叫就好 對對對… 料沒有用好 不確定 你會不會等一下這樣 尿尿尿尿沒有一隻回來的 沒有啦 又不是叫… 又不是在養空氣 好啊 那等一下來叫叫看 把它叫回來看一下 對 真正的黃牛 而且聽說 台灣黃牛肉質蠻厲害的 肉質是比較鮮甜 對 它有牛奶的香味 牛奶的香味 大哥 所以你現在…你怎麼叫 你說你用什麼方式叫 用敲的 敲的就會回來 對對對 敲的 什麼敲喔 他們在哪裡你都不知道 在外面嘛 敲他就會回來這意思 敲…敲你回來 那這樣是從這邊 對 這樣不會危險喔 不會啦 那我敲… 借我敲… 借我敲… 隨便敲有聲音就可以了 對 他就回來了嗎 對對對 這樣… 敲一下就回來了 真的嗎 對 等他敲一敲 等一下就全部回來了 好… 等一下… 等一下他回來 果然牛群一聽到敲鐵棍的聲音 就開始成群結隊的回家 這萬牛奔騰的氣勢啊 簡直像西班牙的奔牛結一樣 我啊…還是遠遠看就好啦 差不多 回…回家啦 看到了… 喔…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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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 大哥說每天早上啊 都會有固定放風的時間 到點了就叫我回來吃飯 這一頓飯的時間 就能從中午吃到傍晚 吃了休息 休息完再吃 感覺這根本就是個快樂天堂啊 我發現… 黃牛怎樣 他都可以活得很好 對吧 黃牛也好像沒有比較小頭 這個母牛比較小 因為那個公牛就比較大 他們這樣會… 那個…我那個是腫牛 你會把公牛跟母牛放在一起喔 自然交配啊 這樣… 對啦 他滿爽的嘛 兩…兩年就要換啦 兩年就要換啦 對… 換一頭公牛 對… 因為我還有培育場 還有培育場 對…那個培育給他肥的 因為公子差不多三四百公斤左右 就要輸過去培育 培育 你有沒有吃過黃牛排 我吃過牛排 黃牛的還沒有 等一下我叫我兒子 煎給你吃看看 好… 你在這邊講 他不會害怕嗎 不會啦 他為什麼還會害怕 不… 肉牛就是肉牛 好啦 對… 等一下你吃看看 我們黃牛肉 好啦… 那個口味到哪裡 好… 好…拜託你來… 好…來…去找… 來…來… OK… 欸…老相 你跟你爸這樣養牛 好玩嗎 欸… 其實不太好玩 為什麼 過了很多很辛苦的事 很辛苦 比如說… 比如說… 你要餵牛嗎 還是你要出去找牛 牠這樣放出去 有沒有… 有啊… 牠在外面的 有時候會在森林裡面生啊 對啊… 然後你要去草叢裡面找牠 對… 因為牠有時候會棄養的 就跟人一樣 喔…牠在裡面生 你要去找牠 然後把小牛拉回來 對… 要把牠拉回來 喔…酷… 欸… 那你要…你說… 你爸說叫你煎牛排喔 對… 其實牠跟一般煎… 你在外面買進口牛的 做法都差不多 一樣 都差不多… 那肉質呢… 有人說黃牛肉比較柴 看…看來會煎 唉唷… 好…來… 那這…這鍋是什麼 這個也是台灣黃牛肉 啊…是什麼 對…牠是牛腩 哇… 然後我是做成… 像那種… 牛肉火鍋… 的那一種方式 牛腩喔 對… 哇… 試試看 這也是你做的 你這麼會做菜嗎 還好啦… 欸… 還好啦… 對啊… 我跟妳說 好像黃牛就吃這個味道 OK喔 嗯… 當然OK啊 牠跟… 跟其他牛肉的味道 吃越嚼越香 嗯… 不太一樣 牠跟很特別的香氣 我覺得跟牠們吃的… 吃的東西也有關係 比如說水果、蔬菜、酒燥 對… 因為台灣牠… 要吃玉米澱粉類的東西 成本太高 喔… 比如說安格斯 和牛 對… 他們都是灌玉米澱粉嗎 因為牠們國外大量產 所以牠們就暗皮 嗯… 可是在我們台灣 沒有那麼大量 喔… 牠東西稀少 當然就會貴 當然你… 你進了貨越多 那你就可以以量來製牠的價值 對… 但如果沒有那麼多 你要買那麼多的玉米澱粉 對… 所以因為… 牛就是… 牠吃雲米澱粉 牠會… 油花會變毒 油脂就會毒 喔…牠養肥 對… 對… 好… 再把牛排放在… 牠這個算是… 算是… 牛的哪一個部位 這個嗎? 沙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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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牠是一樣啦 就是… 毒溫要給牠上來 那… 爆炎的時候 好… 好… 這時候差不多了 我們就把牛排放在… 好… 好… 這樣… 哇… 齊帶喔 對… 齊帶會變怎麼樣 那在齊帶之中 先來一塊就能… 哇… 現在大家都是用料理包的 對啊… 比較快… 比較快… 比較大一點… 對啊… 你又怕回去 你又不會做 對啊… 油耶… 很油耶… 對… 你都會燙喔 還好… 牛排就這樣夠嫩 嗯… 沒這樣吃過耶 對吧… 沒有這樣吃過 黃牛肉的… 牛排… 黃牛的牛排 因為以往大家都是追什麼 安格斯 和牛 對不對 好… 殊不知… 其實台灣的黃牛牛排 它會不會像澳洲的炒四牛 差不多 差不多對不對 因為它就是吃草 不是吃玉米牛… 玉米澱粉的嘛 對… 那炒四牛就很好吃了耶 嗯… 如果說以那個味道來比喻的話 喔… 那可以耶 因為它也會有… 會有嚼勁 喔… 它是它在你嘴巴就是 會越嚼越香 喔… 那它會有種奶香味 欸… 對…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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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你家可以先吃吃看看 這個的口感 然後等一下切完之後 再回鍋炒一下 那口感就更低 真的喔 好… 好… 當然 謝謝各位 老相為了拓展黃牛肉的銷售 對黃牛肉的料理下了不少功夫 雖說料理技巧十分重要 但肉質才是先決條件吧 難道吃蔬果雜實 真的能讓台灣黃牛排的肉質 變得特別好吃嗎 好… 拿出來切 那切的時候 它就是… 要稍微斜一點切 口感會更好 喔…真的喔 對對… 好…你先吃看看 來… 這個… 我吃…吃冰冰 因為太深了 我也做不太乾 OK… 吃這個感覺 可以耶 很好吃耶 很好吃喔 真的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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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會煎耶 你把外皮煎得酥酥脆脆的 其實是好吃的 然後裡面這樣很嫩喔 對 可以嗎 欸… 黃牛肉的牛排 不錯耶 它不太像我們… 比如說在外面吃的那個油花比較多的那種… 油嫩度啦 它會有肉感 那肉感還不到就是柴到你沒有辦法吃 這一塊 這個概念 這個 它有叫海鹽 其實海鹽就是讓它… 把它那個甜味提起來 哇…可以 對啊 欸…可以…可以… 那你要再回煎了是不是 欸… 它回煎… 香氣會更香 喔…真的嗎 現在就是炒牛肉了 對 我個人就是… 因為紅牛肉一般來說 大家在外面吃麵 讓我們知道就是炒骨巴 烤肉嘛 對不對 對… 但是口感不同 因為黃牛肉它吃起來的認識 認識… 它紮實 它紮實 但它不會讓你覺得好像… 哇…像在肉乾 不會…不會到肉乾 不會到肉乾 對 這可以 而且不用怎麼調味耶 鹽就好了 鹽就好了 好… 你看 你…你炸鹽就要這樣炒 嗯… 可以喔 嫩耶 真的很香 真的很強 跟你講完全不同 跟你剛剛吃到的是不一樣的 它會更香一點 而且… 它變嫩 嗯… 你一般來說你回煎 你會不會覺得好像… 會在… 好像熟度更高 會更彩… 更肉 沒有 它變嫩 在煎啊 在煎… 在煎… 欸… 欸… 好酷喔 它真的… 不是你想像中 像肉乾的那種材 不是 對… 它還不錯 這如果用奶油下去煎 會更猛 耶… 沒有啦 為什麼這樣咧 你要再煎了… 再煎了… 你等一下… 你都不知道你兒子有這一招 對啊… 很厲害 真的喔 我自己吃的時候 這樣煎完之後 可以再加一塊奶油下去 對不對 對啊… 幫你點理解一下 像你在吃安格式 你吃和牛 當然很好 對… 世界上有很多日本第一等 跟美國第一等 台灣第一等 就是這個 我們有 沒錯 按讚 追蹤 還有… 分享 記得按讚 分享 追蹤 還有開啟小頻道 才不會錯過精采的內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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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